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636集 你的儿子虽然死于车祸 但你并没有获得赔偿 你在外面宣扬 你一直靠着你儿子赔偿得的钱养老 都是在说谎 你养老的钱 其实都是王俭工给的 张凡忽然开口 王连海那政要 打在张凡身上的拐杖 陡然间一停滞 望向张凡的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惊讶 张凡刚才说的那一番话 并非王连海的面相 直接显现的 而是张凡根据王连海的面相 和王连海的穿着打扮 以及屋内装修环境 推断出来的 通过张凡对于王连海的调查得知 王连海60岁之前 主要收入都来自于种地 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收入 又是以后 因为得了一次肺部的疾病 便不能再干农活 算是退休了 王连海的儿子 接手了这一家人的地 但他不争气 地里面的东西卖几个钱 他就胡吃海喝 最后媳妇也喝他离了婚 那段时间里 王连海的家的日子 过得很是清贫 王连海就差吃百家饭了 五年前 王连海的儿子死于车祸 外面传言赔了一大笔钱 至此 王连海便过上了好日子 王连海家里面的装修 对比村里面的其他人非常不错 而且穿衣打扮 也颇有档次 很像是有很高退休工资的老人 可从王连海的面向来看 他至今也没有获得 肇事者理应赔付给他儿子的那一笔钱 王连海妻儿离世 王建公是这个世上 和他有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 在结合张凡提及王连海之时 王建公之前的反应 张凡便做出了刚才那番推测 虽然王建公跟王连海说过 他不会把他们间的真正关系告诉任何人 可张凡几句话就把他的底给掀了 却令得王连海不得不动摇 你们真的是建公的置信朋友 王连海稍稍犹豫 放下了拿起的拐杖 看向张凡和方言确认 当然了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么详细呢 张凡只能这么说 既然推测对了 那就继续演吧 哦 那就屋里面请吧 王连海主动让开一条路 张凡和方言一同进到了王连海家的客厅里 三人坐下 王连海给两个人倒了一杯茶 哎 建公呢 一心扑在西夏王连的研究上 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对这买死人的地儿这么感兴趣 他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在他临死前能把王连本来的结构在纸上复原 那么他死而无憾呢 王连海摇头轻叹 随后又问道 啊 对了 你们过来 就是单纯地看看我 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啊 还不等张凡回答 王连海的手机便响了 王连海眯着他的老花眼看了看 手机上面 成年人小拇指杜大小的字迹 哦 是建公打的 说完他便接通 方眼神色一紧 望向张凡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张凡则给了方眼一个眼神 是一枚事 张凡的目的 就是要让王建公知道 他已经得知了 王建公和他叔叔间的亲密关系 给王建公一定的心理压力 现在正好趁这个机会 让王连海把这个情况 转达给王建公 喂 建公啊 你有两个年轻的朋友啊 过来看我了 两个年轻的朋友 叔 你说说 怎么个情况啊 王连海便把张凡和方眼的容貌 和刚才发生的事情 跟王建公说了一遍 王建公为言 重重叹息了一声 怎么了 他们 他们不是你的知性朋友 我被他们骗了 听到王建公的声音有些不对 王连海急忙下意识问道 不不不 是我的知性朋友 你别担心啊 为了不让叔叔担心 王建公只能这么说了 叔啊 你把电话给那个年轻人吧 哦 行啊 王连海应了一声 把手机递给张凡 张凡刚把手机放在耳边 便听到了王建公的声音 什么时候回来啊 咱们聊聊 我们马上回去 你在办公室里面等我们 顺便把我们两个 从食堂里面拿两份饭 现在两个人回去正是中午 正着聊天的功夫 把午饭给解决 行 我等你们 王建公答应一声 便把电话挂了 张凡方眼跟王连海告别 打了个车子 便直奔西夏王林博物馆 到了博物馆后 张凡和方眼直接便去了 王建公的办公室 见到张凡两人 王建公脸上明显付出了一抹不悦 不过被他给强行压制了下来 冲两人说道 坐吧 那是给你们拿的饭 张凡两人早已饿了 坐在沙发上 一不客气就那么吃起来 你们是怎么知道 我供养着我的叔叔的 结合你叔叔的面相 还有家庭环境 我猜的 面相 你会想面 是啊 我是项目一脉传人 张凡说着 抬头看了看王建公 你的情况 我都了解 王建公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那种被人看穿的感觉 实在是不好 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 王建公正式说 你为什么要打探我和我叔叔的关系啊 为了获得真龙族 那王林里哪有什么真龙族啊 我研究这么多年都没见过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呀 王建公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 这墓葬里唯一的族印 还是一个火麒麟族印 什么火麒麟族印呢 你被骗了 那就是真龙族印 方言把话记了过来 王建公又说 真龙族印 你有什么根据吗 方言担心泄露秘密 想了想还是没说话 张凡则一边吃饭一边问 我听你叔叔说 你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在你临死前 能把王林本来的结构 在纸上复原 你死而无憾呢 是啊 我是说过这句话 这件事情 也是我毕生的追求 我就想看看 这灰红的西夏王林 他究竟长什么样子 说起这事 王建公顿时便显得 颇为认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